嗨,小朋友们好,今天优秀妈妈要分享的故事呢是 神探麦克胡千面怪盗版,真假麦克胡 夏天,天气渐渐变热,又到了麦克胡一年中不想出门的日子 随着气温的变化,麦克胡雪白的毛色也逐渐变成青灰色 要到冬天才会再次变白呢 于是,麦克胡就心安理得地待在家 决定度过一个漫长愉快的假期 毕竟,神探也是需要休息的 麦克胡真是舒服服地看着书 纠塞坐在电视前看着新闻 又一个平静的假日开始了 然而,电视里却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神探麦克胡大显身手,在南部的沙漠小镇连破99起案子 麦克胡放下手中的书 看到电视里正在播放对神探麦克胡的采访 格子风衣,被雷帽,单边金丝光眼镜 电视里的神探麦克胡正在得意洋洋地分享自己的破案心得 可是麦克胡却感到十分震惊 因为他知道,电视里的这个人根本不是自己 纠塞被电视里的麦克胡吓了一大跳 手一抖,茶杯飞到天上 然后,哐地砸到了自己的头上 但纠塞却顾不上自己的脑袋 他震惊地望着麦克胡 又疑惑地看向电视 问,啾啾,这是你吗? 麦克胡摇着头说 不,啾萨,这不是我,你看 他的毛色现在还是雪白的 而我们白胡的毛色到了夏天就会变成青灰色 这个人在假冒我 说完,麦克胡换上了另外一身衣服 穿上全套防晒装备 气势汹汹地出门了 走吧,啾萨 虽然我很讨厌炎热的地方 但是我们有必要去沙漠小镇 见见这个冒牌货 沙漠小镇昨晚下了一整夜久违的大雨 今天,在烈日的烘烤下 这里就像一个巨大的张笼 生活在寒冷地区的麦克胡和啾萨难受极了 他们摇着扇子赶紧来到最繁华的商业街 钻进了开着冷气的商店里 瓜,感谢神探麦克胡瓜 帮我找回了我的货物瓜 虽然没有找到那个可恶的盗贼 但是我相信你,瓜 对,相信麦克胡 对,相信神探 麦克胡和啾萨对视一眼 这算是来对地方了 他们凑近一看 一只长着特别像麦克胡的狐狸 正站在人群中间接受表扬呢 他也穿着格子风衣 戴着金丝筐眼镜 有着雪白的毛色 唯一奇怪的是 这只狐狸戴着手套 只听他开口说道 谢谢各位信任我 下次一定能抓到那个盗贼 这就是那只假冒麦克胡的狐狸 纠萨搂起袖子就要冲上去 揭穿他的伪装 可是一只毛茸茸的爪子 却抵在纠萨圆滚滚的脑袋上 阻止了他 麦克胡揉揉纠萨的脑袋 低声说 纠萨,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 随后 麦克胡做出了让纠萨震惊不已的行为 只见麦克胡揉揉脸 换上了一个崇拜的笑容 冲了上去 一把握住了假麦克胡的手 说 天哪 是神探麦克胡 你是我的粉丝 大家纷纷看向这个冒失的小伙子 哦哦 不对 我是你的粉丝 我太激动了 麦克胡假装不好意思地说 而假麦克胡虽是一愣 然后从麦克胡的爪子里 抽出自己的爪子 卡卡 谢谢你这么支持我 麦克胡继续热情地说 我想听听你破获这起案子的经过 你的每一次采访我都看过 我就梦想着成为像你一样这样的神探 你可以教我怎么破案吗 麦克胡的话语像连珠炮弹一样射出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假麦克胡身上 大家也很好奇 神探麦克胡这一次是通过什么精妙的推理找到失切货物的 嘎嘎 假麦克胡咳嗽两声 那个 不爱是很复杂的事情 一时半刻是讲不清楚的 麦克胡闪着星星眼 不依不饶地一把抓住假麦克胡的手腕 说 不可以花很多天的时间来听课的 我想当侦探 我就想当侦探 大家听了 纷纷激动地复合道 对 开讲座 我们也想当侦探 在众人的目光下 假麦克胡只好咽了一口口水 大声说 好 明天我就看一个侦探讲座 大家一起来听 围观的群众纷纷欢呼 啊 太好了 我们明天一定来 麦克胡则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旅馆里 啾萨还在生气呢 要知道 神探麦克胡是他最崇拜最崇拜的人了 怎么能允许别人以麦克胡的名义 在外面坑猛拐骗呢 啾啾 冒充 骗人啾 麦克胡却没有生气 他愉快地拨开一根棒棒糖塞进嘴里 说 啾萨 别生气了 明天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要交给你呢 说完 麦克胡把爪子伸向好奇的啾萨 啾萨 这才看到 麦克胡的爪子上有白色的染料 与此同时 离这里不远的另一栋房子里的人 可就不像麦克胡 他们那样有闲情意志了 一只红色的狐狸在家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转圈圈 火红的尾巴焦躁地甩动着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忽然有人窜出来问问题 要是我被发现是假冒的 该怎么办 原来这只红狐狸就是假扮麦克胡里的不法分子 麦麦克 这时房间里传出了另一个声音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呗 你看了那个麦克胡那么多案子的视频 随便逼两句就行了 别想那么多了 快把这次的工钱给我 熟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红狐狸转身一看 一只壁虎懒洋洋地趴在窗户上望着它 红狐狸被吓得往后一摔 惊讶地说 碧狐小弟 你怎么变样子了 你的身体看起来短了好多 碧狐小弟听了红狐狸的话 柔软的身躯挺直了 生气地说 还不是因为那个哇哇老板的仓库 我从头里钻进去之后才发现 货物竟然装在一个铁盒子里 需要仓库两边的传感器上 同时有重量才能打开 红狐狸疑惑地问 所以呢 你为什么变短了 壁虎小弟也没好气地回答 所以我就弄断了自己的尾巴 放到另一边的传感器上了 天哪 红狐狸坐在地上 震惊地盯着短了一截的壁虎小弟 难以置信地说 弄弄弄断了尾巴 别这么大惊小怪的 我们壁虎的尾巴 短了还能再长 麦麦克别废话了 快把工钱给我 麦麦克哆哆嗦嗦地把今天娃娃老板给他的破案报酬分了一半给壁虎小弟 壁虎小弟拿了钱 就大摇大摆地扭动着离开了 哈哈哈哈 神探麦麦克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呀 神探这两个字传进麦麦克耳朵里 就像针扎一样刺耳 让他难受极了 可是一切都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麦麦克打开电视 麦克胡的每一次破案视频 思考着明天的侦探课堂该怎么办 到了第二天 火热的太阳挂在天上 烤的沙漠闪着一片金光 然而炙热的温度并没有下退看热闹的人群 会场上人山人海 在娃娃老板的热烈腰壳下 沙漠小镇的所有居民都好奇地来到这里 想要听听传说中的神探麦克胡 到底是怎么破案的 麦麦克此时已经装扮成神探麦克胡的样子 戴着贝雷帽 身披格子封衣 戴着金丝狂眼镜 一步一步地走上高台 哈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神探麦克胡的侦探课堂 麦麦克有些紧张地说 大家想知道什么呢 真正的麦克胡继续装成狂热的粉丝 大声喊道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找到娃娃老板的货物的 麦麦克紧张极了 因为他根本不会推理 只是和壁胡小弟串通好了而已呀 于是麦麦克结结巴巴地说 那那个嘛 就是我早上在仓库外面发现了一些痕迹 跟着那个痕迹走 就找到了嘛 也许是盗贼没来得及运走 哦 麦克胡在台下假装天真的问 可是那晚不是一直在下雨吗 无论留下什么痕迹 都应该被雨水冲没了才是呀 娃娃老板也附和道 对呀 神探 我确实没看到什么痕迹呀 正当麦麦克支支吾吾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时候 从他的头顶上方忽然降下一盘水 哗啦啦 水全浇在了麦麦克身上 他的帽子 衣服和毛发全都被打湿了 如果仔细看 还会看到一些乳白色的液体 从他的毛发里流出来 会场一下子乱成一团 麦麦克又湿漉漉的风衣裹紧自己 迅速跑向后台 只留下一句 我回去换身衣服 马上就回来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娃娃老板感叹道 不愧是神探麦克胡真讲究 天气这么热 要是我的话 财懒的换呢 晒一晒就干了 只有麦克胡在台下微笑着 他看见就仨远远的朝他 比了个OK的手势 知道一切都准备好了 过了很久 麦麦克都没有出现 人们不由得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起来 怎么回事 麦克胡怎么还不出来 难道是出事了 会场上担心的声音越来越大 麦克胡和纠萨趁机走进后台 把麦麦克揪上了高台 麦麦克捂着脸刚站到台上 就引起了一阵哗然 天呐 这是怎么回事 台上麦麦克的毛发 看起来硬硬的 而且白色的燃料 根本盖不住他火红的毛色 麦麦克完全露线了 麦克胡一把摘下 麦麦克头顶的帽子 说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你根本不是神探麦克胡 而是传统盗贼的犯人 什么 麦克胡这番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大家瞪大了眼睛 盯着台上的两只狐狸 麦克胡面向麦麦克继续解释道 我昨天和你握手的时候 就发现你雪白的毛色不是天然的 而是用燃料染成的 所以你才在这么热的天气 也要戴上手套 就是怕在接触中留下白色的燃料粉末 为了揭穿你 我特意让我的助理 在你的燃料里加了白乳胶 白乳胶在干燥之后会变成固体 这样你就原形毕露了 娃娃老板震惊极了 他大声问道 瓜瓜 就算他冒充麦克胡 但他也帮我们找到了这么多被通的东西呀 麦克胡摇摇头叹气道 你们也看到了 刚才他的表现就证明了他根本不会推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应该和盗贼串投好了 通过骗大家的酬金来赚钱吧 被说中了一切的麦麦克扑通一下坐在台上 说 对 你说的没错 我是麦麦克不是麦克胡 我 我的梦想就是想成为像麦克胡那样的大神探 可是我太笨了 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大家的表扬 不过 我以前没有在沙漠小镇见过你 你 你刚来怎么就能知道这么多事情呢 只见麦克胡取下头顶的被雷帽 金丝狂眼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因为我就是神探麦克胡 任何罪恶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就这样 神探麦克胡揭穿了冒充他的假麦克胡 就像他说的那样 任何罪恶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对了 在麦麦克的招供下 盗贼病虎小弟也被送进了监狱 要记住 任何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都不要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哟 梁克苏 你好 你 给我